这只黑豹竟然一路飞檐走壁扑向蹲在高处的女人,奇怪的是,黑豹竟然没有攻击女人,而是紧紧地抱住了女人,轻泥地对着女人撒起娇来,到底是怎么回事? 凶猛的黑豹竟然在女人的面前温顺地像一只大猫咪,这女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? 黑豹和女人之间又是否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豹子的奔跑速度极快,爆发力极强,它们有着丝毫不逊色于老虎、狮子的利爪和牙齿,当然也包括强壮的身体,但是豹子的身体比之它们却更加柔软,所以豹子的行动也就更加灵活,猎物一旦被盯上就很难逃脱它们的手掌心。 不过即使是像豹子这样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,也会有铁汉柔情的时候。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黑豹就和一个女人有着一段渊源,它们之间建立了一段非常深厚的情谊,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。 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朱希格鲁尔,她其实是黑豹的救命恩人。 原来早在几年前,国外的一家野生动物园里,一只怀孕的年轻雌性豹子生下了一窝幼崽。 其中的一只幼崽因为基因突变,身上的黑色色素激增,从而变成了一只小黑豹。 豹子妈妈在看到自己生下的孩子竟然和自己不一样之后,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直接就抓狂了。 烦躁地在产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,不管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们怎么采取措施,豹子妈妈就是不愿意给可怜的小豹子们喂奶。 眼看着小豹子们饿得嗷嗷大叫,工作人员们也是急得就要进来把小豹子们抱走,进行人工喂养食。 豹子妈妈突然叼起其中一只正常的小豹子到角落里给它喂起奶来,而小黑豹却被豹子妈妈抛弃在了一边。 工作人员们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无奈,原来在动物纪里也会因为身体上的不同而遭到不一样的对待呀。 于是,工作人员们在安抚好豹子妈妈后,小心地进入产房内把小黑豹抱了出来,但是却出现了新的问题,园区里的人手不够,这只小黑豹子饲养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。 好在当时的朱西格罗尔在动物园里做志愿者的工作,当他得知一只小黑豹被豹子妈妈遗弃的消息时,善良地他立马站了出来,表示自己愿意来担任饲养小黑豹的工作。 但是照顾一只刚出生的小黑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刚出生不久的小黑豹身体脆弱得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,一不小心就能将它弄伤,所以朱西格罗尔的一切动作都要非常小心,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。 不仅如此,朱西格罗尔还需每隔两小时给小黑豹喂一次奶,一个半小时用失眠签擦拭小黑豹的屁皮帮助他排泄。 尽管照顾小黑豹的工作十分辛苦,但是朱西格罗尔却丝毫没有抱怨过,而是依旧打起精神进行照顾小黑豹。 终于在几个月后,小黑豹健康地成长了不少,朱西格罗尔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。 每天只要正常地给小黑豹进行喂食和清理就好了。 长大一些的小豹子变得调皮起来,每天都跟在朱西格罗尔的身后,像个小跟屁虫一样。 简直是把朱西格罗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 朱西格罗尔也是把小黑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宠。 每天都和小黑豹待在一起,一人一抱同吃同住,同睡同玩,形影不离。 但是好景不长,朱西格罗尔因为工作上的调动,不得不离开了动物园。 离开了自己抚养了这么长时间的黑豹。 尽管十分不舍,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 在时隔几年后,机缘巧合之下,朱西格罗尔重新回到了这个动物园。 回来的第一件事,朱西格罗尔就是来探望自己曾经救助过的黑豹。 其实朱西格罗尔并没有奢求其他的,只是想看看黑豹。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这么多年过去了,黑豹竟然还能记得自己的人类妈妈。 只见黑豹一个飞檐走壁,就扑到了朱西格罗尔的怀里,像个孩子一样对着朱西格罗尔撒娇。 对着朱西格罗尔又是亲又是豹,好像在责备朱西格罗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自己,不停地发出嘀吼声,好像在说,妈妈,你终于回来了,我真是想死你了。 眼前这样温馨的一幕实在是让人动容。 像黑豹和朱西格罗尔这样的故事也不少,俗话说得好,善恶终有豹。 我们在一生中,做过的事情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反馈给我们,做一颗好人,世界也会对我们温柔以待,也许在他人困境中随手相助,就能够给自己埋藏下幸运的种子。 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,曾经无心地善举,现在却给他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。 这个男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野外冒险的人,或许他的血液中就带着爱探险的基因。 这天,他跟随着小伙伴一起来到了距离家里百里之外的热带雨林,他们要在这里住大约一周左右。 可是刚刚开始搭建帐篷的时候,远就传来的野兽的呼唤声,约摸半个小时后,现场恢复了安静,大家也没有被发现。 但隐隐约约之间,男人却听到了动物幼崽发出的阴凝声。 寻身走过去一看,男人居然发现了三只奄奄一息的小豹子。 小豹子们看起来是刚刚学会走路的样子,身上被多处抓伤,伤势严重,如果放人不管,就活不下去了。 好心的男人在告知同伴后,几人决定先将小豹子们带回家照顾。 等小豹子们长大些,再将他们放生野外。 在男人的悉心照顾下,三只小豹子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元气,活蹦乱跳起来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男人每天都会给小豹子们准备新鲜的食物,和他们一起玩耍。 三只小豹子很快就和男人熟悉起来,认可了这个人类父亲。 男人在照顾小豹子的同时,也没有过于溺爱他们。 男人知道最终还是要把小豹子们放归山野的,所以经常对他们进行野性的训练。 比如通过头尾活食等方法来让小豹子们在不失去野性的同时,锻炼他们的捕虐技巧。 时间过得很快,尽管男人很不舍,也是时候和三只小豹子说再见了。 于是男人在最后一次抚摸过三只小豹子的脑袋后,将他们放生回了野外。 不过让男人没想到的是,这三只小豹子竟然还是知恩图报的。 他们在回归野外后,并没有忘却男人。 当男人每次来野外露营时,这三只豹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同时出现,并且会紧紧地跟随男人,保护他不受其他动物伤害。 尤其是男人睡着时,这三只豹子还会窝在男人身边,靠到男人的身上给男人取暖。 这一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动物们也都是和人类一样拥有感情的生灵。 就算是再怎么凶猛的动物,只要你付出满满的爱,抱也可以像一只温馴的猫一样惹人恋爱。 我们人类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,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 许多人类试图尽最大努力照顾动物,从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。 但动物经常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人类,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尽了最大努力并获得巨额回报的故事。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,人和野兽如何互相关心并互相尊重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,在一个乡村的小镇,有很多野生动物,一个农民的土地很大一部分杂草丛生,无法在该地区种植庄稼。 因为他位于山上。 自从妻子去世,孩子们不在学校后,一个叫汤姆的老人就孤身一人。 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建造一个对于他的家人来说,这是一个很棒的农场。 但他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些野生动物,有时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,可能会更糟糕。 有一天,他正在为妻子扫墓。 在回来的路上,他看到一些男人在他的土地上开着车,土地位于农场的一个外围柱子上。 那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会看到。 汤姆开车继续前行,把他的车停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,他从车里拿出步枪,他觉得这些人不怀好意。 他走近一看,看到他们绑着一只豹子,他挣脱了一次,但没有逃跑,而是试图打架。 这些人毆打了他,再次把他绑起来,其中一个人向他开枪,然后他们把他拉走了。 就在这时,汤姆看到那些人离豹子的巢穴很近,他们正在拉出小豹子。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逃跑,他是在保护他的幼崽。 这些人试图绑架他们,他们不在乎是否需要杀死母亲才能做到这一点。 这些人是无情的,他们可能会为了动物贸易而出售幼崽,他们不会关心他们将如何被照顾。 只要他们有钱,汤姆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。 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照顾他的农场和那里的动物,他不会允许这些人进入他的家并伤害那些动物。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,他对那些人大喊大叫,问他们在做什么,他们几乎没有退缩。 很明显,他们认为这个年长的男人不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危险,但汤姆不会因为他的年龄而阻止他。 他用猎枪向空中开了一枪,这让这些人措手不及。 然后他冲上前去,开始用枪打他们,试图让他们远离豹子。 突然母豹也跳了起来,开始帮助他攻击那些人,他们跳进车里逃走了。 当他回到豹子身边时,他意识到他已经因湿血过多而倒下,他看到他的孩子很安全,他已经没有力气了。 汤姆很快把他的车拉进了一些,汤姆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只大猫抬进车里。 这头豹妈妈又大又壮,这很困难,但汤姆不打算把他留在那里,让他呼吸困难地死去。 他设法把他弄进车里,然后他转身聚集了所有的幼崽,轻轻地将他们放在母亲旁边,他甚至没有睁开眼睛。 汤姆真的很担心,他把他们一家带回了家,把他们放在一个温暖的骨仓里。 在那里,他可以照顾母豹并保证幼崽们的安全。 他继续照顾母豹,最终他睁开了眼睛,开始哺乳他的孩子,看到他的情况越来越好。 汤姆打开骨仓,允许他们随意进出,他在那里放着水和食物,以防母豹需要。 从那天起母豹和他的幼崽就成了农场的常客。 汤姆小心翼翼地不与他过多互动。 他不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变得太驯服。 如果他们遇到其他不关心他们生存的人类,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危险。 所以他宁愿把食物放在远离他家或骨仓的地方,而不适合幼崽玩耍或用手喂他们,让他们保持安全距离。 母豹已经完全痊愈,他又开始打猎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了。 他们不需要任何的帮助,但看起来他们觉得靠近农场很安全。 而且汤姆经常看着他们在这片地区漫游,幼崽长大了,消失了,不再需要照顾。 他们去罗曼寻找自己的一片土地。 很快就只剩下汤姆和母豹了,留下来的母豹并没有离得太近。 当天气寒冷时,他会把骨仓打开让他避难。 当干旱的月份到来时,他会留下水供他喝。 他们有一种遥远的友谊,他一直是汤姆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。 他仍在农场工作,并让农场变得更好。 他清理了一些较低的土地,在较高的地方种植粮食。 他使这片土地适合家处居住。 他已经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来生存。 这样做意味着他必须照顾好他的家处。 他终于准备好养羊了。 他把他们放在家附近的牧场上。 他有点担心母豹会把他们视为猎物。 但他从未抓住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 他们吃掉了家附近所有的优质牧草。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。 汤姆不得不把他们搬到更远的地方去。 他准备的牧场离他家很远。 汤姆希望那时他能有一只牧羊犬来照顾他们。 但这些训练有素的狗在他的地区很少见。 他还没有找到一只。 这意味着杨慧孤身一人。 无人看管。 牧场对汤姆来说太远了。 无法照顾他们并保护他们。 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想法。 汤姆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。 他决定带一个帐篷。 住在离羊更近的地方。 当他们在那里时。 他仍然可以照顾羊。 汤姆叫来了他的羊。 他们跟着他穿过农场前往新牧场。 他确保给他们足够的食物。 一路上行走。 最后他们到了那里。 他搭起了帐篷。 羊开始咀嚼该地区所有茂盛的青草。 他们在深夜才安顿下来。 这时他看到一些影子走过帐篷。 汤姆意识到这些不是他的任何一只羊的形状。 他从挡板往外看,意识到这是猎豹。 他们在跟踪他的羊。 汤姆抓起他的步枪。 他不想射击它们,但希望这个声音足以吓跑它们。 汤姆走在它们后面。 他向空中开枪,但他不知道有三只猎豹。 突然一只猎豹从后面跳到他身上。 他摔倒了。 黑暗中步枪落在离他很远的地方。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。 在黑暗中,他只看到了形状。 他不知道猎豹在哪里。 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。 他跑回帐篷,但突然立爪穿过了他。 他们正在闯入帐篷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使你尖叫起来。 突然,不知从哪里出现了另一只猎豹。 那是豹子阿玛。 他向猎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 因为他体型大得多。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机会。 很快就淘进了夜色,再看一眼汤姆。 阿玛也消失在夜色中。 他拯救了汤姆和羊。 他们再次安全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